朋友们,大家好,这期有没有见面的 现在提到种植西瓜的过程中 我们现在种植的是彩虹西瓜 那么彩虹西瓜它整只吊腕 应该怎么样去做呢,这期我们来聊一聊 这个彩虹西瓜 基本上单瓜种 我们给它平均到三斤半左右 就必须得上市了 如果你超过四斤以后 这个瓜显得有点大,影响这个品项 所以说前期我们在采用整治形式的时候 一般采用的是双腕整治 就是一个作为主结果的 就是结瓜的 另外一个就是菩提的营养值 一直到这个瓜就是做住以后 这个棚瓜 然后底下的另外的一条腕 你看就这个位置 我们就直接给它剪断 就这个位置就直接给它剪断就行了 剪断以后呢 就只留这个结瓜的啊 这个芝麻就行了 这样子呢 就可以充分的保证一个啊 这个营养的一个供应 目前这个瓜呢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有 将近三斤啊 将近三斤 就是这么多的谀势 所以我们就在它里面 所以我们拿到这个意思 去到这个面子上 来就像我一样的 非常感觉 我们就回家 我们就在这边